庫斯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接连的 炸毁了两座关键的桥梁 是要断了俄军的补给 而眼看老大哥家门都被攻破了 现在白俄罗斯紧急出手 空中精准锁定 直接炸毁 乌克兰在俄罗斯绝地大反攻 又毁掉第二座横跨 库斯克州赛姆河的桥梁 不过根据俄罗斯军事部落客的消息 除了这两座桥梁 恐怕连最后一座关键桥梁 也被乌军摧毁 代表该区的俄罗斯 后勤补给几乎全断 剩下的俄军 恐怕会被围困在河流以南的范围 巧的是桥梁被毁后 有监视器拍下 原本驻扎在附近小镇的 卡德罗夫派俄军 开始在当地抢劫商家 随着乌军突袭进入两个礼拜 乌克兰也整理出 第一时间的进攻画面 包含在苏甲附近 只只往前冲摧毁 俄军车队 并夺走俄罗斯的T80 BVM坦克车 接下来这些画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 恐怕也会越看越气 因为陆续有外媒记者 直接在乌军带领下 进到苏甲镇拍摄 相关的镜头 等于证实 俄军已经失去对这里的控制 CNN记者还在当地 一处地下室采访避难居民 也看见一脸惊恐的老人家 整体的气氛仿佛重演战争 初期乌克兰当地的惨况 不过地点却完全相反 是发生在俄罗斯领土之中 当中不乏有居民 思考逃去乌克兰 却发现也没有出路可以走 所有人只能继续 待在黑漆漆的地下室 不知道未来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乌克兰不止相当于 控制住苏甲这里 重要的天然气转运站 未来也不排除步步进逼 库斯克核电厂 除了有乌军亲口说出未来的目标 礼拜天凌晨核电厂附近 还传来爆炸声 并伴随着空袭警报 俄罗斯边境这几天状况有增无解 18号这天乌克兰其实也派出无人机 攻击罗斯托夫地区的柴油仓库 现场爆出猛烈火舌 飘出浓烟 若连同这类油槽大火和近期 锁定俄罗斯军用机场的攻击 美军退降认为 俄罗斯恐怕曝露出自己的弱点 那就是缺乏够格的飞行员 导致他们不敢轻易飞过界 只敢从远处丢职滑翔炸弹 其余诡异的现象 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态度 明明战火烧到家门口 却照常出访亚赛拜然两天 关于俄乌战况的发展 反而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变得紧张 突然声称乌克兰在靠近白俄边界 部署12万兵力 因此白俄罗斯也要部署 三分之一的武装部队到边境地区 以防爆发战争 与此同时没有参与库斯克 进攻任务的乌军也没有闲着 乌克兰第41机械话旅 就在神秘地点举行军事演习 继续对后续对抗俄军 做好万全准备 与新闻 中文报道 这位以哈的冲突 停火到底有没有谱呢 美国是抱取着乐观的态度 甚至国务卿布林肯要第九度的 来出访中东施压 但是哈马斯却认为 是以色列故意的阻扰 也确实看到当地是持续的爆发战火 以色列空军KC707空中加油 机械的主力F-35I跟F-15战斗机 补充燃料 不过以色列的领空狭窄 作战范围小 因此展示的用意 就是要微折较远的伊朗 中东危机尚未解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周日九度出访中东 布林肯说现在是停火的 决定性时刻 可能也是最后的机会 听起来以色列的态度仍然强硬 现在以国内外气氛相当紧张 布林肯抵达当晚 台拉维夫就传出疑似的炸弹攻击事件 造成一死一伤 还不确定是否有政治意图 同一个周末加萨更是混乱 轰一声巨响 以军两枚飞弹 击中建筑物的上半部 伴随着剧烈爆炸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空袭的瞬间 这里是加萨中部的纽瑟拉特 整条街道为之撼动 尖叫声四起 烟尘再去之后看到这栋建筑物 几乎半回 这只是整个周末 以军多场空袭的其中一场 加萨至少25死72伤 还有一家十多口人 同时命丧空袭 空袭之后只剩下扭曲的梁柱 跟建材碎片 居民说这里根本就没有军事目标 乙军的地面行动不仅没有减少 还进一步扩大控制区 接了两次下令撤离居民 本来厅层已经只是撤离到中部 人道安全区 但是随着撤离范围扩大 安全区越来越小 乙军的理由是哈马斯 从这些地方朝乙国本土发射火箭 当然要斩草除根 因为的 rocket launchers 从 parts of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Gaza Strip 专家也对以哈双方的停火意愿打上大问号 上周双方在卡达杜花谈判 传出以色列提出新的方案 让哈马斯很不满 预计本周会在开罗继续谈 关键的真点就是哈马斯要求完全撤军 但是乙军还是希望在埃及边境的加萨 废城走廊继续驻军 美国总统拜登乐观认为谈判有重大进展 但哈马斯不这么想 哈马斯 blam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for the impasse It accuses him of adding new demands In its own statement Netanyahu's office says It won't outright end the war in Gaza It also says Israeli troops will remain in a zone between there and Egypt 美国加大施压停火 就是要让伊朗打消报复的念头 不过伊朗至今尚未动手 是否代表伊朗自己也不想开战 换而言之 未来中东局势走向 全都堵在停火协议上 Tewish中的报道 就是这样的区域局势 北欧国家挪威赤资来采购军备 其中就买了16套的 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已经是获得 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出售了 好 那影响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怕我们也买了 美方没有办法如其交付 多管火箭齐发 在盟军情资引导之下 对敌军目标成功实施面打击 俗称海马斯的M142 高机动套兵火箭系统 不仅被乌克兰视为指标性军援 周遭北约成员国 也念资在资 6月才向美国一口气 采购了300枚 装成空对空飞弹 挪威的强军新蓝图 显然才开始 美国国务院再批准出售 石料套海马斯系统 和M30 M31 Air 多管火箭吊舱各15套 以及百枚陆军战术飞弹 后勤训练各项配套 总价5.8亿美元的购案 经知会美国国会 M31具备了GPS导引的功能 它其实弹药的内容相同 但是因为具备了制导的功能之后 它的命中率相对提高 ATSM系统 比如说对方在实施 这个攻击的时候 它可能我们在联合作战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去备 严重威胁的目标 比如说类似导弹里 如果发现了这个实际的位置 它就发挥功能 子母弹高爆弹两种攻击手段 加上射程可达300公里 号称误差范围9公尺的 对地精准弹药 预期将给予挪威炮兵部队 所需的忠诚防卫火力 不过地缘上 挪威看似没有颇切威胁 其实挪威在更北边 在北极圈的冷暗群岛 斯瓦尔巴一带 它其实跟俄罗斯 长期以来是有领土纠纷的 像挪威现在采购新式的 德国爆二战车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 为了回复防卫 那里跟瑞典 还有芬兰是要共同去恶守 俄罗斯在北欧地方 可能的一些公式威胁 不能确保说如果乌克兰倒下 下一个受害者是谁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北欧波罗的海到东欧国家 其实都有它的风险存在 美国基于盟邦安全和外交承诺 海板重要军售 等待着海马斯火箭交付的国家 如今又多一个 因为台海这个距离最短 大概200公里左右 所以大概如果是暗期目标 假设我们幕后能够获得的话 大概对于这个暗期 像一些临近沿海的机场等等 就具有打击的作用 火力密集而连贯 搭配载台的高机动性 结合地形地貌打完就跑 海马斯同样是台海防卫作战 想定之中重要拼图 A2000目前当然常规都到45公里左右 那真神行未来开发应该是可以到70以上 那海马斯当然相对的就是70到150之间的能力 所以在互补上的功能是具备的 那再来就是说那在陆军而言 他对于以往只有接近海上的船团来实施结局 那以后他就具备了所谓的这个还在集散的同时 就敌军还在对岸集散的同时 基本上他就具备了攻击的能力 已经服役的雷霆2000MK45版最远射程45公里 而增程型弹药也才开始测评 因此反登陆火力能否扩大纵深 而首套发射系统 864枚火箭弹和84枚战术飞弹 国军能否如期从今年年底开始结装 牵动战力布局 其实从恶物战场的经验跟教训 不是说这个弹药本身精准就算了 就是你的这个幕后你要支持它 能够把资料侵传到后方 然后透过我们未来也会获得的 这个目标分配系统 把它分配到这些设计单元 那设计单元它就可以分散来 这个打击到这个精准的目标 那这个当然就是未来就会挑战到 这个陆军的陆屑有这些作战的方式 联合作战当到了现在 军备采购更加讲求整体规划 新武器搭配相应的思维 多层次而难防的防卫火网 才有望完整 TVB的新闻 林荣事谢贤希 叶日甫 看不到 跟生活相关 难道环保跟安全只能够恶选一吗 来看到这样的案例 是南韩连续的发生了 电动车起火的事件 这也让电动车的恐惧症再度蔓延 离电池俨然成了新的公安危机 一辆电动车被大火吞噬 南韩又有电动车火灾 8月16号在金基道隆仁市区 一辆特斯拉先是发出异常噪音后 接着开始冒烟 车主汽车脱困 大火烧了快四小时才扑灭 消防队最后是用灭火毯完全覆盖 采用窒息式灭火才成功 而这样的电动车火灾 已经是这个月至少第三起 8月1号 人川公寓大楼的宾式电动车 禁止状态下自然 五天之后 中青南道景山郡的一栋停车塔 一辆KIA EV6在充电时烧起来 只见消防队员不断朝汽车底盘灌水 也无法灭火 接连事故让南韩大众的电动车恐惧 难以消散 网路上讨论炸锅 有民众说太太要她退掉 刚买还没签的电动车 还有人写说电动车 变成了不定时炸弹吗 甚至有大楼地下停车场 直接拉布条 写着电动车禁止进入 事故接二连三 原因各有不同 有禁止时自然 也有充电时起火 要从哪个环节开始检讨 很多人指出电动车应该公开电池履历 光是实名制还不够 甚至包含产地和制造工厂 以及车主是否有自行更换过电池 都要能够溯源 这主要是因为先前烧掉的冰式电动车 是采用大陆浮能科技电池 就引发了电池产地疑虑 不过韩联社也报道 在过去六年中 139起电动车火灾 有75起是和电池有关 当中南韩LG Energy Solution 就占了43例 南韩SKON22例 日本松下3例 三星SDI2例 大陆浮能科技等企业占了5例 等于南韩国产电池出市的比例 占了62% 说电池的产地争议外 电动车到底能不能 该不该停进地下停车场 也是一大争议点 有很多人认为 只要不停在地下停车场 或许伤害就没这么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专家说 就算是停露天的平面车位 也应该要有配套措施 专家认为电动车车位 不是只要装个充电桩就没事 专用的灭火消防设备 一定要备好 而现在一连串火灾 确实也让南韩民众 危机意识高涨 人川举办的电动车火灾演习 就有数百人参加 而且消防员也说出了 为什么电动车灭火 这么困难 包含热失控效应等等 都是难处 另外也有专家提醒 电动车主平时就该做到 电池平衡 保持电池平衡 以防车辆过度充电或是放电 增加潜在危险 南韩在过去五年 电动车火灾增加了24倍 该如何确保安全 已经是全民话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明年就要迈入超高龄的社会 失智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 另外还有像是 健动症 小脑萎缩症 这些疾病都跟神经系统是有关系的 想要找出解方 在累计20多年的倡议 台湾终于是成立了第一个脑库 这里是台湾的脑库基地 位在台大医学院中 实验室桌上的白色桶子 里面有泡辅马铃的脑组织 提供病理部医师做病理分析 台湾在2023年成立第一个本土脑库 是从2017年开始启动筹建 最初非常不容易的是法规限制 因为根据解剖尸体条例 执行病理解剖得先承报检察官 禁止六小时内解剖尸体 但人过世后 脑组织的核糖核酸会跟着快速降解 时间拖越长 会影响后续病理诊断的精确性 后来到了2019年 卫福部以行政解释赋予法源 让病患间的脑组织得以很快的解剖 再存入脑库 这些脑组织可以提供作为医学的研究 而从这里面可以发现 很可能治疗疾病的某一些特殊的因子 这样子的话 科学家其实就有一个标的 他们可以发展治疗 所以以我们目前所大家了解的 比如说神经退化疾病像阿兹海默症 其实现今最常用的一个药 其实大概就是在差不多50年前 因为从脑库里面 发现到脑区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减少 所以从那个地方就找到了一个标的 包括现在阿兹海默症很多的药物开发 其实都是需要借助这些脑组织 脑库的重要推手之一 谢松昌教授说 若没有脑库 脑神经医学将永远是少一块拼图 目前全球有超过150个脑组织库 建立脑库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洲欧洲澳洲 二十几年间亚洲地区包括印度是在1995年 日本1999年 泰国2001年等等都相继成立脑库 台湾的脑库已经有8人在过世后捐赠出脑组织 现在大约有30多份捐赠同意书 包括健动症病友 阿兹海默症患者等等也有一般人 那也非常需要健康捐赠者可以作为疾病的对照组 而脑库团队在捐赠者过世后 必须在黄金10小时内取出脑组织和脊髓神经 所以我们的解剖团队必须要24小时随时待命 全年无休 我们取革个脑组织不是说就直接可以把整个储存下来 然后就可以拿来做研究 我们取革掉一个脑组织以后 要交给神经病理医师来做处理 这个处理包含我们必须要把整个脑 先把它分成两半 那一半是要泡芙马林固定 另外一半是要冷冻处理 那这个冷冻处理的这一半 我们就要把它切成很多小块 那把它分区 那把重要的区域 把它用特殊的方法冷冻起来 那这个因为脑组织非常的复杂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 台道病理部主治医师张克平 还特别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受训 因为国外成立脑裤的时间很久 而去脑组织还要依照语言运动等等不同区域切块 再放到像这样的白色小盒子里 之后存放在-80度C以下的冰箱中 这个冰冻式也得恒温在20度C 尽量能够做到我们的 不管是正常的脑或是病变的脑 它的状况处理方式都一致 所以所有看到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病变造成的 而不是我们处理过程当中 因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造成的一些差异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 不管是运送的方式时间 处理的方式 甚至我们分脑 取脑 冷冻 处理上面都要做到一致 这个是我们希望在台湾建立脑裤的时候 就能够全台湾整个处理都一致 台大医学院教授李立仁说 脑裤团队24小时待命 之前的墙台来袭 在接获捐赠者过世消息后 大家一小时内全部到了医院 台湾的脑裤倡议了20多年 终于成立 神经退化性疾病 像是失智症 小脑萎缩症等等疾病 都很需要脑组织的研究 来研发药物 希望未来能有突破性发展 带给病患们希望 TVBS新闻 萧映强文艺姐听不到 我们常听到人家说 房市过热这样的形容 会不会觉得 怎么都不是我呢 到底实际的状况如何 专家就说 这主要还是房市的供需失衡 尤其在不同的区域 也可以看到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台湾喜欢煮麻油鸡 那重口味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推拉门 拉起来 拉起来整个油烟就不会出来了 半开放式厨房 让整体空间更具设计感 家人商聚 一个最温馨的一个场所 木制长桌 适合迎宾 多人聚会 泡澡的时候也可以看电视 那这个电视可以转过来 光是装潢就耗资千万 屋主一家五口 最近移民国外 打算出售北市精华地段住宅 这一间房子 它不含车位是61.68平 很好的一个数字 那一平是开价186万 那外加两个车位 那像这种豪宅 是没有投资客在买 真的是有钱人要自己住 房市升温 自住或投资需求都增加 第一线的房仲业者最有感 市场还是一样的很热 但是最近因为贷款的利息的压缩 它有冷却一点点 但是还是很多银行的钱 还是可以帮它去规划 那现在出售的台北市 大概都是高总价 像很多的预售屋 还有3000万以内的 那大家都觉得说通货会膨胀 那钱放在那里 不如他就买在房子上面 做投资 那未来的话 就是他的钱才不会贬值 另一方面预售屋也抢破头 买气强劲 业者推案与开工速度 无法赶上需求 好 目前预售市场 还是处于一个很热的状态 那尤其在1500万以内的房子 就是非常的行 所以现在市面上 甚至还出现有两房 要先封盘的状况 那根据统计 今年6月份 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统计 是2.4万动 那年增是17% 其中又以台中 台南跟高雄的成长幅度 又更为显著 一手市场出现断货氛围 低首付等轻松付款方式 导致房市出现 价量骑阳走势 因为房地和一税2.0的关系 我们的币锁期拉到了5年 那以预售屋来说 等到他成务之后 又要再重新计算 所以这个持有房子的时间 又会拉到更长 那同时新清安政策 又鼓励这一波 自助买盘跟首购的人出笼 所以就会变成说 需求提升了 但是供给却出现下降的情况 才会出现短期 公布应求的状况 今年全台房市量增趋势底定 买卖移转洞数 乐观推估可达36万洞 年增幅13%到17% 挑战近11年来新高 央行礼监事会议上 有礼事忧心 房屋买卖移转洞数 年增率持续上升 显示房市并无降温迹象 供给面人相对短缺 其实我们去看工区的时候 不能去看数字的统计 最主要还是要看区域 比如说像都会核心区 它需求量最大 但是它还是一屋难求 最主要的问题是 有超过一半的人 住在老旧和危险的房子里头 房子改建的速度 比不上需求的速度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平衡工需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其实说 像北中南这些科学园区周边 因为它有庞大的就业机会 还有这个需求 居住需求 所以它还是一步难求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去看 区域的需求 工需的状况的时候 还是要看区域的条件 新清安政策也确实 让年轻人开始有点信心 因为年轻人过去买房子 真的是自备盘不够 贷款额度也不够 所以新清安的话 确实有刺激 刺激到年轻人说 今天可以进场 从0到1的进场 这点是蛮重要的 也因市场转为卖方主导 预期还会再涨 部分屋主吸收心态再起 导致热销区域供需失衡 解放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觉得 都更和围老 这种老房子的问题要解决 因为车子老了会淘汰 房子老了为什么没有办法淘汰 淘汰之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供需关系 它就不会让它失衡的状况 第二个状况是说 增加一些所谓的 租屋市场的一些保障 我不一定真的一定要买 大家都觉得说供需都停留在购买的这个上面 其实说如果我真的是财务状况不够 或者我没有长期居住的需求 那有一个完善的租市场做保障 这就是一个解放了 市场代售物件数量减少 短期供需失衡 造成房价缓步创高 但靠央行政策也难以立即解决 TVBS新闻张志明文化与台北采访报导 想要在退休之后月领5万有可能吗 答案是还真的有人可以 不过这个门槛超级高 是少之又少 目前全台只有5个人 专注处理影片剪辑 50岁的张先生 原本自己是接案的摄影师 现在到企业的影音部门工作 我那时候在接案的初期 是觉得有满腔的热血 还有一些很多很新奇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没有去接触过 所以那个两年三年 是觉得非常好 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可是回归到一个现实面来说 其实眼睛张开灯一开 所有东西都在烧钱 而且整个物价部分 还有一些需求部分 其实是年年的 像通膨这些都年龄有在攀升 创业真的不容易 张先生再次成为上班族 工作也是熟悉的拍摄剪辑 我们询问他 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吗 退休 其实不敢想要退休 当然心里有想 可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有一些收入的 这现实的问题 跟基本的支出开销 所以其实退休 想退不能休 老板年纪够支付 有退休后的生活吗 我觉得有可能不大够用 有可能 因为我们其实以前是不会很在意这一块 但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 我们其实稍微有去策略这一块 以后发现 一个月可能领个几千块 甚至一万块 一两万块是已经是极限了 张先生说还不敢讲哪时会退休 如果职场稳定 他愿意一直做 但也思考斜杠的可能性 老后单靠劳保年金 恐怕是不够用的 而因为物价飞涨 劳保局在2022年5月 调升5个年度 开始领劳保老年年金 劳工的年金金额 2023年5月再调升5个年度 2024年一口气调升8个年度 调幅最高达7.59% 高达85万名退休劳工受贿 也因此全台愿领劳保年金 超过5万元的人数增加到5人 其中原本的劳保年金王 勤领金额从5万2千多元 大幅增加到5万4千多元 而这5位月领超过5万的人 有两大必备要件 第一个都符合劳保年资 50年以上 第二个是勤领年龄70岁以上 你要想要把你的所谓的 一个月退的金的加大 唯一有三种方式 一个就是你的投保薪资要过高 但是我们现在投保薪资 最高就是只有15000%而已 不管你薪水多少 就是15000% 第二个就是你的劳保年资要过长 第三个就是你要延后申请 因为我们只要你延后 就15岁以后的延后申请的话 每一年会加5% 然后最多就是加到20% 这三个条件都符合的话 那你有可能一个月平均 可能也许可以零到3万块钱左右 那已经算很大 理财专家认为 一般上班族可能最多 劳保投保35到40年 除非自己是老板或高阶主管 才可能在职场待很久 根据劳保局统计 2023年底有超过174.2万 退休劳工领取劳保老年年金 平均月领18000多元 其中有超过4成2的人 月领2万元以上 占比相较2022年多出4个百分点 有破5成7退休劳工 月领不到2万元 如果今天你纯粹劳退 一个月要领到4万块钱 你的劳退累积金额 大概要接近1000万 就是除非你的劳退账户里面 已经有1000万 不然你单单劳退这块 要领到4万块也不太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 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 事实上除了劳保劳退之外 还是要自己要做一些退休 准备他的办法 调查显示 其实大家平均预估要退休年纪 已经逐渐往65岁来靠拢 现在已经是63 64的 平均期望的退休年纪 某种程度上 也是高龄化的社会情况下 你的父母亲或长辈 可能也需要你有这种 照顾的一个情况 变成这种上游高堂还在 有引法照护 老老照护的一个经济压力 然后另一方面 你下面又有这个子女 可能刚出社会经济状况 没有很稳定情况下 你还是要有一个经济的援助的一个部分 钱不够用 延后退休的人变多 而老后还有医疗支出增加等等 劳保加上劳退 可能也入不敷出 要能乐活养老 真心不容易 TVBS新闻 李黄龙 王一杰听不到 接下来看到7月底的凯米台风 造成台南高雄严重的淹水 当然事情不是过了就算了 灾后要积极的治水 目前规划要花60亿元 只要每逢大雨抽水战人员 就得扛起重责大任 确认设备时刻监督降雨状况 但是凯米台风来袭 麻豆区还是成为淹水的重灾区 光是麻豆区在这次台风 总累积雨量881毫米 24小时雨量502毫米 早已超出单日336毫米的降雨保护标准 但也有必须要检讨的 水利局盘点总爷和东北市排水 并没有整治完全 同时劈头敲旁也得新建大型抽水站 极致红池确实做得还不够 我们在大潮的时候 我们排水上面比较来不及 所以我们即使有很好的防空墙 相关渠道有治理完成 我们还是要布设适当的这些抽水基础 跟设置这个防潮扎门 让这些潮水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排水 单看台南一共有37区的雨量 超过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造成一烟 平地24小时累积雨量881毫米 更已经超过莫拉克台风 即便如此面对强降雨 也得因地制宜拟定治水策略 特别是巴掌溪的提防改善 将组合到在出口到成道桥这边 大概会先去做处理 我目前看它武标的范围是这样 但是适当的量跟它的一个相关的 整体的计划可能还是要问中央那边 我们盘点起来大概有60亿左右 其中在水利署大概是37.2亿 民众关心的是 花那么多预算治水真的有达到效果吗 看到审计部112年度 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 点出全台淹水感测器 既然有近7成都没有发挥效果 但是水利署出面反驳 它调查的时间刚好是台湾地区 比较少台风来袭的事件 因此给它统计起来的感觉 就好像几乎都没有出动 都没有发生功能 目前的拖散率是高达96.6 这样的一个高水准 事实上在凯米台风 即使是在风枪雨大 有可能通讯中断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拖散率也高达93% 目前全台淹水感测器有2072支 在这一次凯米台风当中 有514笔回报淹水感测通报 只是有了这些还不够 难道每次碰上强壳雨 淹水就会变成日常吗 该如何降低灾害的发生几率 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 让我们更能够确认气候变迁 确实在台湾已经在发生 特别是在台风 我们会重新来调整 治水的预算 而且会去评估 使我提高保护标准 或者是设定在地制宏 我们也正在推动 AI的智慧放在的工作 当然天然灾害难以避免 而且随着气候变迁 长较雨的几率会更频繁 但是专家认为 防洪牵涉层面广 不是提高设置标准 就能解决问题 我是今天决定了一件事情 我做了一件工程 我就一劳永远 永远没有问题 绝对不是这样 要把一些相关性的法令 跟一些要完备 比如说我今天在管理上面 我可有的开发案 要就地制宏的方式 要去做处理 那我今天定义法令 我要该做 强制要去做防洪杂 防洪杂的结构安全 要去做一些决认 然后我是不是要把 这一个集体 作为新盖的这些建筑开发案 我是不是要把它 能够适当的抬高一点 虽然极端降雨 加上年度大潮 是这次凯米台风 致灾的主因 但对于超过工程设施 保护标准的风险认知 以及未来我们该做的 相应超前部署 才是该思考的 不让每逢大雨 避烟的困境 成为民众的噩梦 特别新闻 李延志周轩还没报道 同然暴雨也是因为极端气候 同时也会带来频繁的高温 很多人就躲在室内 要吹冷气 而温室气体 让地球又更热了 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这句话在近期越来越热的天气 看起来似乎也越来越符合 因为在这高温时代 当你躲进冷气房 享受凉爽温度的时候 却有一群人得要对抗高温工作着 当我们在播报气象的时候 看着气象署所提供的紫外线预报 都会要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尽量待在室内 但是又制造了温室气体 成为造成继续暖化的帮松 因此温度正义成为现金 刻不容缓的课题 总不能要大家都不外出 因此都市规划里的通风廊道 以及增加日化的降温政策 在现阶段市在必行 因此像是在台北的广磁社宅 南北向通道可以增加通风 还有大片的绿印 走出户外时就有遮阴 旗楼也增加为4公尺宽 体感降温实测多达4.6度 东京跟阿姆斯特丹 他们都有提出一个叫做库梁地图 叫做ProMap 阿姆斯特丹是另外一种方式 它的地图里面呈现的 哪些是公有的喷水池 户外的游泳池 你可以直接跳进水里面 去达到降温的方式 你会发现这两种 当然都是一种策略 但是欧洲也在鼓励说 我们的温度要有一种调适 你不要因为高温而不出门 想办法去调整我们的行为 它不应该是永远就是在室内 而是这个城市 有这个责任要创造 你走到户外依然凉爽 或者是依然你可以承受的这个状况 尤其都市里开发较早的旧城区 例如在台北市的中正万华区 道路狭窄 建筑物又密又小 成为蓄热最严重的一块 因此有不少人开始往新兴开发区来移动 有降温规划 也有较多的绿化公园 导致房价也开始不断的往上攀升 负担不起的落势族群就只能继续留在原地 近期消防局接获热中暑案例 几乎都是这一类开不起冷气 或是家中没有冷气的一群 他们不是在户外受着高温危害 而是在自己的家中 准备 今年6月份高达741人次热伤害 比起去年同期多出四成 7月份到15号也累计多达470人 为去年同期的1.6倍 恐怕也会突破887人次 有些还能就医治疗 有些却连看医生都有问题 高温威胁对于弱势族群更加严重 我们同时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就是其实我们 其实是一个很多重的身份 对 那的确就是 的确就是如果你 以目前的状态来说 如果你是可以负担 其实你就吹冷气 可是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 或者是他的工作 那他可能就在外面很受苦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是要意识到说 我们在享受粮食的时候 其实有一群人 他们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他们可能是因为工作 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的样态 除了得要确认分布不均匀外 更要好好辨别 以及资讯充分公开 温度到底会如何严重影响到这社会 尤其近年的研究显示 太平洋高压越来越强 台湾出现高温的情况越来越多 虽然国际上对于热浪的定义 得要连续五天来到40度的门槛 以目前来说平均值没达到 但如果一昧要求大家减少外出 躲进室内 未来恐怕连续高温的日子 真的就越来越常见 专家也说有没有预期的时间表 他们不敢说 但能确认的是温度的不正义 与不公平每天都在不断加剧当中 KBBS新闻正审微信轮 台北采访报道